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中微证券研究部执行 董事王伟豪 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早晨Ravi 市场等着 今晚美国会公布飞龙数据 美股星期四做好 扭转了过去三天的跌势 恒指夜期升回41点 高水77点 稍后会问Ravi 怎样看现在外围市况和港股 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究竟会否再创新还是怎样呢 大家有什么国别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隔晚美股表现 美股早段反复 期后最多升109点 道指收市升62点 报36117点 标指升36点 报4585点 和道指齐齐扭转过去三天的跌市 科技股领帐大市 纳指升193点 报14339点 美国上星期新领失业救济人数 未升到22万 符合市场预期 而星期五的非农就业数据 发布前市场情绪 都偏向谈慎 美债息又继续处于近期的低位 美汇指数跌穿104关 一度回落大约0.8% 日本央行行长发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信号 市场对于日央行提早结束负利率政策预期升温 日元创近一年来最大的升幅 日元对美元一度炒高3.8% 焦点美股 Google推出新人工智能模型 券商反应正面 刺激母公司Alphabet 股价一度升6.5% 收市仍升超过5% 麦而AMD推出AI晶片 股价升近一成 创5月以来最大升幅 英伟达NVIDIA都升2.4% 麦而Meta升3% Tesla、苹果、亚马逊都升大约1%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麦阿里百度和京东比港股 收市升超过1% 阿里自算部70.62% 百度自算部113.05元 腾讯自算部308.94元 比本港收市价升0.4% 美团升0.6% 网易跌0.5% 汇丰控股ADR自算部60.65元 比本港收市价升超过1% 港甲索微升0.1% 比亚迪升0.8% 接着看看我们今早做外围最新的市况 先看看美股的期货 期货现在的情况 轻轻偏远跌8点 高水41点 亚太区股市南普遍都要向下 其中日本股市跌1%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2,509点 跌349点 南韩市升0.7% 澳洲股市都向下 澳洲跌0.17%左右 新西兰市跌0.5%左右 接着我们来看看恒指黑期的情况 看到港股有机会与市 是否初段可以靠运低 因为黑期升到六十几点 先和Rafi谈谈外围的市况 美国在公布重要的 市场现在普遍都情绪偏常乐观 因为现在在估计数据有机会 是否会提升联储局 明年三月减息的可能性 即使未公布 已经估计了 而且看到其实 那些AI概念也继续有追捧了 我们可否看美股强势 还是持续呢 同时我也要说 有大航摩通出来警告 大家说 美国通胀和经济活动会放缓 可能会被视为衰退的前奏 整个金融市场 明年可能遭遇大幅波动 甚至出现恐慌性反应 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和你早前的分析 都不谋而合 你也是说 其实美股在升空间 可能有限 但如果万一 经济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负面因素 大家的反应可能会反而很大 你自己如何进一步 大行也是这样看 现在美股的情况是如何呢 我想其实也有点相似 因为方向来说 因为来到这个位置 其实说真话 也有提过大家 可能开始要审慎一点 当然不是我一下子觉得很悲观 或者是怎样的 但到这位审慎一点也很正老 当然我觉得 未至于像摩通所说 会有一个恐慌性的反应 我想未至于这么极端 但是要留意 当然了 因为正如刚才所说 一来的衰退那么多 二来始终最大的关键位 就是市场过去这段时间是挺乐观的 特别对于 即所谓乐观是对于 美国的息口的看法 一来就觉得不加息之余 下年减息的幅度 其实是 近这个星期是越炒越厉害 越猜越早 减息开始 总得来之外 还有总体下年减的幅度 其实是大 现在港元股到下年减1.25厘 即减5次 变相比起上次说4次 或者曾经价值3次来计算 现在又是再减5次 你说好那边 当然对债息近期是一个很大的反应 倒得很厉害 那你的债息倒得厉害 自然股市一定受惠 虽然港股没有 但美股一定有 你不如看到TAC股更加是 虽然你说这段时间没错 这些气氛和因素 是令到美股 主要强的一个因素 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正如刚才所说 要审慎一点点的地方 就是一来比较尴尬 一来到年尾 始终今年美股也这么强 还有没有很大的夹缩的诱因 即基金也开始慢慢收拾牢 不奇怪 二来从股值这些位置 也不是很便宜 虽然如果你算刚刚贵业值期之后 也不是很贵的 是可以的 但就已经不是很便宜 所以这些因素来说 都到了这些位置 可能开始要看一点点 再加上有些尴尬的位置 就是未来这段时间 也有很多事情发生 譬如今晚的飞龙数字 就是失业率 这些很直接就是 看看整个息口的判断 是怎样的 二来下个星期 没有处理息 当然今次的息口就不移动 更加不放适 但我想今次一定不移动 但是看看之后 因为正如刚才所说 现在市场是估计到几个夹 减减5次 最早是说减3月 或者1月也有人估计 没什么 是的 但我想最重要看 今次的息会 柱局如何去判断之后 例如点阵图 如何去摆 整体大家估计几个息 究竟是向哪一边摆 即使使市场向柱局那边摆 还是柱局又突然拋得很夹 令大家都继续有这个信念 这些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去到这些位 又不是立即会大跌 但真的可能要小心一点 有机会试过去这几天 其实你见到美股过去这几天 都算是比较反复的 虽然不回得多 但起碼会几天 高位也要顶住 是的 又顶住 但又大跌一点 即是不断在这些高位可能徘徊 所以我想暂时也是这样去看 要等下这些刚才说的因素 可能对于之后的息口 预期是再明朗化多一点 虽然其实也很大变数 说真的 怎样估计都会全年 我想随时都会变的 但起碼会看看柱局 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 这个如果出来是好的 那可能美股才有条件 再推高一点 所以我想这些位置 现在才入场来说 就可能要先来审慎 我想连柱局自己都想不到 自己明年会如何 对不对 另一个市场关注就是日央行 因为货币政策 大家都知道都宽松了很久 但现在真的好像近日的态度 突然转阴了一点 又暗示说会调整负利率政策 因为可能市场都累积了大量日元的公盘 所以消息引发了一些平仓压力 那日元突然急升 你自己怎样看日央行 究竟纯粹出口術 还是真的有条件去改变政策 以至日元的走势又怎样看呢 条件上它们是有的 因为至少你见到近 这大半年 这半年左右 日本公布的数据 特别提及通胀 其实是慢慢上升的 你由这个通胀出现 你自然有这个条件 可能结束一个比较长期的负利率政策 所以你说移动这个 或者改这个的方向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预期的 问题是什么时候会续这一下 譬如你之前的印银行 其实可能它也只是移动YCC 或者是移动YCC 变为一个弹性指标 没有实际去结束一些负利率 或者移动动作 变为一六二年到日元都会 在150的位置附近 即是最高 其实比较弱了很久 但是你说到这一刻 突然间感传的 自然大家会觉得 可能时间会如何推造 如果你说下年轮回来 已经是有这个 突然间结束负利率 或者这个举动 自然的日元强弱一点 是很合理的 因为你弱了这么久 还有我想还有一个因素 你看到昨天或这两天 这么大的一个上升 就是突然间有可能近期 大概146这些位置 一打打到141、142这些位置 最主要因素来说 我想最主要是资金取代